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车哥 今天大家伙是真来着了啊 车哥是咱买点这个羊蝎子啊 今天咱们做一个好吃的啊 咱们做点清净羊蝎子啊 咱们市场买的羊蝎子 最好用摊主帮忙剁下这啊 是吧 剁成这么大的块 因为这骨子非常硬啊 咱回家里边剁着肺硬啊 是吧 就让摊主给剁好了 然后车哥又买了这个 这几个这个羊蝎子啊 炖这个羊蝎子啊 放点羊蝎子啊 跟你说呢 汤是特别漂亮啊 而且汤味较浓 因为这个羊蝎子里边啊 它有这个骨水油啊 骨油提香的效果非常好啊 然后锅里边咱们加入冷水啊 咱们羊蝎焯水一定要冷水下锅啊 这样咱们煮的更透彻 能把肉里边的血水都能给它反出来啊 再放点高度白酒去腥 这个羊蝎下锅水烧肺炎 咱们先别着急往处捞啊 多煮一会儿啊 煮三五分钟 要彻底的把羊蝎里边的血水给它反出来啊 锅边的浮沫咱们都给它打出去啊 现在保持水烧肺炎 它一样煮了能有五分钟左右了啊 咱们给它捞出来 然后冲一冲啊 把上面的浮沫给它冲掉 咱们换完肉的时候咱们放点啥呀 这个白纸 再放三片香叶 红花料汁二十粒左右啊 再放点生姜 加点精盐调底味 再放点胡椒粉 这几味调食料就行了啊 咱们盖上锅盖 保持中火啊 慢炖一个多小时啊 开锅之后咱们开始计时啊 开锅之后水煮沸了 咱们调成中火炖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一定要把羊肉炖至脱骨的状态 这样咱们吃起来才更行啊 锅里面用清水煮点面条啊 面条煮熟咱们先捞出来啊 好放到碗里边 咱们刚煮好的面呢用啥呀 用这个护羊肉的汤啊 护羊肉这个圆腾 咱们搁到面里边 这就是羊汤合着面啊 把骨头盛出来 然后面里边咱们放点这个香山沫 再放点葱花 加一点胡椒粉 混了匀糊糊的啊 平时能吃辣的 咱们再放点这个辣椒油啊 这小味立马就上去了啊 菜都做好了 咱们先尝这个面究竟这样啊 来 待会看有没有食用 展示一下啊 太有食欲了啊 特别有食欲啊 特别咸是吧 太咸了 咱们尝这个汤啊 嗯 这小羊肉汤啊 嘎嘎的 咱这是纯羊汤啊 一点毛没有啊 咱们这羊肉得咋吃我们呢 嗯 看见了吗 咱们得备点这个韭菜花 哎 羊肉上面咱们抿点这个韭菜花 嗯 哎呦 太烂乎了 羊肉就得忽着一样 是吗 必须得忽烂乎的 本身这羊汤肉就不是特别多啊 你骨头你再带点肉 你看能吃到啥玩意了 是不是 所以说必须得忽烂乎的 这面也好吃啊 嗯 最小羊肉面啊 这汤好喝啊 这面看着就好吃 真行 大家估羊肉这个圆汤 千万千万别扔啊 这个季节你也放不了 家里边啊 你你冻的萝卜汤啊 或者煮的面条都行 这汤太好了 千万别扔 肉吃完了把汤留下啊 你不要 告诉圈哥 圈哥在人家求去啊 哎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圈哥转发点赞 加关注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